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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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 他是算早產 早大概快一個月 所以他氣管相對是比較弱 只要天氣冷感冒 他可能就會開始喘 弟弟的部分 他本身跟我一樣都過敏體脂 自己練氣功很有效果 我想說很多 大家都也是都覺得小朋友 抵抗力就會變好的話 就覺得他有需要從 從練氣功來幫他增強自己身體的免疫力 所以我想說 留給他們最好的就是 我一個健康的身體 他們也有健康的身體 這樣是最重要的 他不會那麼胖嗎 對他沒有 他瘦很多 之前呢 之前 他之前喔 破百 曾經 然後那個 他那個氣色也變比較好 因為原本是看我爸做的時候 有些動作你會看他做 可是你卻不知道那是什麼 可是這次來練功的時候 你就懂他做的那些動作有什麼意義 也蠻有趣的 希望以後那個早上起來 都不要流鼻涕 一直打噴嚏 不然真的 很麻煩 因為有時候那個你擦鼻涕 擦到你鼻子 這裡都會痛 相信啊 因為很多那種真實的例子 他們都是因為 就是只要每天練就可以 好 我要去教練 兩比賽 兩比賽 都會有多達 有些人 好的 不是 什麼 都會非 vari滅 都會ß 就會 以上